還有幾天,KONAMI正式推出MGS第五集 雖然之前雜雜說是最後一集,但這次看法真的沒有走 因為那家公司現在連小島壽夫都炒了 以前我小時候,KONAMI很厲害 在紅白機的年代,如果你買了一隻遊戲回家 開機畫面是看到KONAMI的標誌 你人都比較聰明,因為那隻多數都是好遊戲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那時候每個同學都會背 那些什麼唐詩三百首、乘數表、九欣哥等 全部都不會背,那些個個都會 那現在當然是沒落了 最賣得的製作者都炒了 又有傳言說那家公司人士 是吧? 立立亂,那些員工會無厘頭,被人抖冬菇 去洗廁所、撿垃圾 搞到人心惶惶,都不是一個工作的地方 那在現在這個這麼有歷史性的時刻 不如就數下在我心目中,KONAMI 旗下的十大系列 首先第十位是Bio Miracle 其實我最討厭小孩 越小就越討厭 少少東西鬼殺地吵,真的很煩惱 不過這遊戲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 除了所有東西都很有趣之外 其實玩法也有新意 一般動作遊戲 不外乎是找劍隊人,用槍肥人,跳高踩人 但這遊戲有多過步驟 你是用一個鈴鐺 弄到那些怪物 漲大浮起 你可以用來做踏腳石 也可以 用來撞人也可以 可以了 第九位 《月風魔傳》 《月風魔傳》 小學時期最喜歡的遊戲之一 其實我不明白為何沒有出續集 這遊戲超難玩 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把劍真的很弱 跟茶餐廳的膠刀差不多 不過呢 與此同時 亦令到後來 當你拿到其他武器 那些波動劍的人 那個感覺是更加頂癮 因為真的差很遠 除了難玩之外 其實當年最討厭那些3D迷宮 走兩夜就當失路 怎麼玩呢 不過好在呢 那個背景音樂就非常好聽 最經典就是 當你掉到街上摸死的人 是會出個中文死字 死都死得過癮些 這些都是同年的美好回憶 第八位 《Dance Dance Revolution》 其實呢 我自己從來沒有玩過跳舞機 但是呢 就很享受看那些女同學跳 那又理論上呢 沒什麼好看 哈哈 因為大不了 都是得對腳 不過呢 以一個中學雞獨男來說呢 無論如何 都是一個 確闊了我眼光的遊戲 那即是撇開 即是撇除色色這一點 不說啦 那我個人最大得著呢 其實就是認識了 《Kung Fu Fighting》 和《Butterfly》這兩首歌 沙羅萬蛇 沙羅萬蛇 以小孩子來說呢 即是我對打飛機 算是 興趣比較小的那種男生 不過呢 小時候呢 有三隻飛機遊戲 是經常玩的 1942 5043 不記得 就是R-Type 和沙羅萬蛇 那沙羅萬蛇呢 他是難玩得來呢 又未至於是太過份 即是怎樣都過幾關 那還有呢 即是你如果能夠堅持到 一排 你是不死的話呢 那有幾顆助手 即是跟著一起發拋 其實是挺有快感 所以有人 即是如果有人來我家玩的話 即是不用說 一定是開來玩雙打 第六位 雲斗羅 其實呢 對很多男生來說呢 第一次打爆雲斗羅 和第一次上床 是沒有分別的 一樣是這麼興奮 而且呢 是多年之後 依然是能夠回味無窮 那一刻的感動 除了因為舊所以是經典之外 其實現在就算玩回 即是在紅白機的第一集 其實你依然是很驚奇 為什麼那時候 那些動作遊戲 即是那些控制是這麼流暢 難玩得來呢 你又不會覺得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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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位 Silent Hill 那些遊戲 其實都是以遊戲性取勝 就是 即是 那些遊戲 那麼多人喜歡 就是因為 想說的好玩 但是Silent Hill有些不同 控制其實是不好的 第一集甚至是超難控制 你要把主角轉身 轉身,好像駕坦克車一樣 和豪傑公子阿莫生在動漫節那一刻 斯丹轉身差很遠 這個系列也是以氣氛故事和角色來取勝 很多環境都是黑暗暗,很大霧 你拿著電筒仔,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 但是,可以感應到有些怪物慢慢接近的收音機 變得越來越大聲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令人覺得好像在做噩夢 整個遊戲真的很緊張 第四位,Winning Eleven 曾幾何時 打Winning是藍影的賣賣 其實在Winning出現之前,足球遊戲很多都很假 一場球可以數人二三十球 一人可以扭人十二個 這簡直就是足球當藍球那樣打 但是Winning是不同的 他真的令人覺得你在踢足球 你一直狗衝的話,就會被人搶掉 你控球太久,會有人過來逼你很容易逼掉 而防守又不是低能的 他會站在角度和位置 令你起不了腳,或者射不中龍門 所以在初初玩的時候 真的很難才能夠入到一球 但是你一旦入到那一球 他的確是能夠複製到踢足球入球的感覺 第三位惡魔城 那邊有力 就是每個男生的夢想 所以都難怪惡魔城 從第一集開始就已經很受歡迎 頭幾集的主角雖然都有其他武器 但是主要武器 怎麼說都始終是那條邊 就是一條邊 打暈了科學怪人 死神 Dracula 那種感覺是不同的 真的是形爆 你再加上那些經典的背景音樂 簡直就是動作遊戲的極致 雖然後來逐集出出 那些主角都不是用邊 有沒有搞錯 他期間也出過幾集是相當垃圾的 不過其實我覺得 整體來說 即使是最新推出的 Loss of Shadow 系列 其實都不錯 我覺得都頗有潛質 不知道他會不會出出不出 只不過 我覺得這個系列 就是Konami少數 依然可以保持有一定水準的品牌 這次是最新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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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想起Final Fantasy 勇者鬥樂龍 尤其是《幻想水壺傳》 當他第一、二集推出的那個年代 其實就是出了 FF7的那幾年 你論畫面的話 論很多畫面質素 那種art direction 各樣 你兩個系列 根本上就是沒有得比 不過其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其實水壺傳 是有他特別的魅力 因為一般來說 這個系列 都是說過 主角在亂世裡 找到一些落腳的地方 不過後來又不知怎樣 找到一個城堡 又聚集到一班人 共同對抗一個強權 你最多可以集油 集齊 108個好漢 我覺得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集 除了第四集 那一集之外 其實也是很出色 有完整的故事和人物 相比起現在一些日系RPG 包括Final Fantasy 在內 一日到一刻 經常想搞戰鬥系統和畫面質素 就完全妄顧了 故事和角色 如果我想玩戰鬥系統 我想玩打架刺激 我就玩Devil May Cry 不是來玩日系RPG 都搞到本末倒置 所以我覺得水壺轉 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舊遊戲很好玩 第一位 MGS排第一 MGS排第一 首先 有故事 故事吸引 雖然那個故事 有時候說一說 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那些 熟口熟面的主角 配角 其實是完全可以補償 因為你想想 就算你跟著那個故事 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其實 有時候說什麼 Philosopher 這個團體 那個團體 但至少可以看到 你喜歡的角色 死了沒有 又或者他怎樣死 還有遊戲性 也是一流 在不讓敵人發覺的情況下 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 或者偷偷地潛入一個基地 雖然那個過程裡 你是一槍都沒有開過 但是 那個感覺可能是 比你玩雲斗羅 你射幾萬顆子彈 整個系列裡面 最多人討論的部分 當然是打大佬 而且 其中有很多 有性格 有特色 有自己的故事 例如有一個很老的大佬 你如果是很難打 你打他不贏 但是你關機 放幾天不玩 你再打開 他會自己老到死了 有很多這些 真的創意無限 非常好玩 這就是我數的十大Konami的遊戲 不知道在你心目中 有沒有其他的排列 我會有很多人 過程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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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來 感谢观看